去年10月才通车的雪州白沙罗沙亚南高架大道 沦为飙车族非法赛车的热门地点 那社交媒体日前就疯传一段视频 六辆轿车在抵达大道收费站之前 突然间悠转并且加速逆向行驶 疑似进行非法赛车活动 警方展开行动逮捕了两名技工 目前还在追捕其余四人 沙亚南警区主任莫黄默一巴发文告表示 警方在昨天早上11点35分接获投报 只社交媒体上流传着 六辆汽车鲁莽驾驶的影片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有关非法赛车活动是在 昨天凌晨12点30分到1点30分 在白沙罗沙亚南高架大道的 德奈阿南收费站发生 警方随后逮捕了两名年龄 分别是20岁和29岁的青年 同时追击另外四名涉案者 警方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2之一 危险和鲁莽驾驶条文 来调查这起案件